你先走 手花了呀 前面 你干什么了 你们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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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妮 我替你教醒他 周晓山你现在跟佳妮道歉 快 道歉 你听不到话说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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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你给我站住 周小森 我就问你 跟佳妮分手是不是认真了 是 好 随便你 好了 对不起 是秦斌弄手 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应该是佳妮跟她说了我们的事情 总之事情是用我儿情 对不起 对不起 您好 请问莫莉在吗 莫莉老师在格斗馆呢 你去找她吧 好 谢谢 好 好好好 你好 茉莉不在格格馆 我刚才还看见他出门了 我还给你们在外面碰头呢 乖了 电话不接 人也不见 搞什么鬼啊 夏宁 你也在这儿 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了 什么情况 晴仪山砖至各种不开心 今天这酒就是我给你开的药 你别装了 你跟周晓山 到底怎么回事 能不提这些什么 不能 谁提的 她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真想知道 也不是不能告诉你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不许找周晓山呢 这我可不能保证 那就算了 行行行行 我答应你不找他 说吧 不许找到周晓山 我才能够带到周晓山 她能够带到周晓山 哥 你怎么又来了 怎么了 怎么这么疼 快进来 哥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吧 喝点热水吧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理我了 哥 我知道你的心情了 贾心一直在找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从你对她撒的第一个黄开始 你就应该料到会有这一天 可是我对她撒第一次黄的时候 她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但我们后来变成朋友了 你知道我最害怕打雷了 但是打雷的时候贾心会给我耳机 让我听音乐 跟我说别害怕 她也会因为我 偶然的一句话 把我带回她家吃饭 让我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但我一直在骗她 怎么办 我这所有的一切 都如实地告诉她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莫莉 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 要享受做一个正常人 拥有正常的情感吗 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 就是正常的情感 你现在的痛苦 换一种角度去想 其实是一种幸福 因为你终于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了 我明白 你相信宿命吗 我曾经想逆天改命 可是我现在终于明白 我们坏事做得太多了 就算有一天不干了 我们也不配拥有幸福 你告诉我怎么配拥有幸福 你告诉我怎么配拥有幸福 做错事情就要接受惩罚 我以前以为香兰就是对我的惩罚 现在想 我真是太天真了 所以 家系也是我的惩罚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大概多好 如果 如果我没有旧扎说 如果我没有遇见香兰 如果我没有接 这一单和邱家宁有关的任务 该多好 如果 我没有接 我可以一直和阿玛守在茶园 你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了 哥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原来她是一个国际凤凰男 国际凤凰男 倒也贴气 她说她跟你在一块 是为了寻找 过去女朋友的影子 可我不觉得呀 没关系 反正我愿意介绍些事 怎么了 報应她 想想几个月前 我看到你跟她在一块儿 狼狈为奸 我是痛彻心扉 才过了多久呀 就轮到你体验我当时的感受了 你们当医生呢 都这么爱 叫什么拉扎 幸灾乐祸 幸灾乐祸 是吗 应该就只有我吧 一句非常老土的话 想要忘记一段恋情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什么 不是吧 这都不知道你 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和谁 你 算了 怎么样 咱俩试试吧 谢谢你 开玩笑 但我没说 我就不信我今天治不好你 来 把这杯酒喝了 我再继续跟你说 好 失恋这事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 先喝她个醉身梦死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痛彻心扉 对 但等到你心灰意冷的时候 好 这个时候你心里的伤痕开始愈合了 来 好 你是推销走的 你怎么知道 怎么样 我接个电话 喂 喂 那你找赵妍呀 我这会儿在外边呢 我 她也在上手术啊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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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知道了 好 好 马上 教您 我 没关系 病人要紧 去吧 那我不带你少喝点 不带你别喝了吧 小复 你帮我看着调查人 她别喝了啊 好 教您 那我走了 你自己当心点啊 他会想到你的 你去哪 你去哪 我去哪 你去哪 走的哪 侬佳女 小山哥 佳電姐喝醉了 你來接她一下吧 我拔上來 我 你要出去 找 求佳電 她喝醉了 我接她回來 為什麼是你去接她呀 你們不是分手了嗎 別人呢 你忘了你刚才跟我说的话了吗 分手分的是人 不是这段感情 谢谢啊 别喝着加你 你醉了 周晓珊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不是分手啊 我知道我没分手了 妈也快乐 既然让人误会 这里没有别人不会误会 我怕我误会 周晓珊 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 不是你 是我不好 对 放心 我不会跟以前那样 要死 要活了 我长大了 走啦 两瓶 别胡了 你真的醉了 送你回去吧 你不会 我干吗老子在一块儿 你不累吗 周晓珊 你真的没爱过我吗 夫妻 你这几天 还想吃紧了吗 你不来 就是你 你这好不来 你也没有 别拉着 照片封路 你不喝酒 是你不考虑的 我爱过你 你不认识点 我只爱过一个女人 那就是你 来了 这好伤 我姐怎么了 我的多了 姐 佳琪 扶着她 好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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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着她 来家里 你下吃吧 我来 姐 我说你先走吧 我来照顾我姐 姐 好伤 扶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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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等等 你真的要跟我姐分手吗 为什么呀 男女朋友之间分手 你说为什么 那你不爱她了吗 你爱过她吗 面子让起来 让她喝两口蜂蜜水 哥 姐 该起床了 姐 醒醒了 该起床了 别睡了 都起电了 来 喝点水 小心烫啊 烫 烫 烫 姐 你知不知道 这可是周晓珊让我给你准备的蜂蜜水 挺久的 怎么一提周晓珊 你反应这么大呀 姐 你给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还喜欢她 不是 你是不是还爱她 你是不是还深爱着她 姐 其实我觉得吧 周晓珊还是对你有情了 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 看见她掺着你 就对你那种感觉 看你的眼神 还有关心你的姿态 姐 你这充满着爱意啊 我觉得两个相爱的人 却应该在一起啊 你就这么分手了 是不是太可惜了 我周晓珊的事情 不是一两句 爱不爱就说得清楚的 那姐呢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姐 你会不会 无聊的时候 或者是有事没事 就喜欢看她朋友圈 然后看她的心动态 那你会不会总是心里 念叨她的名字 然后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就一直想看她想看看 还很留意她身边的异性 会问这些干什么 我昨天在网上 看了一些心理测试 上面说爱不爱一个人 就要这么测试的 邱晓珊 你觉得音阶很闲吗 不闲 那就对了 这个测试不是测试一个人 爱不爱一个人 是测试一个人闲不闲 我跟你说我老气了 准备上班 姐 你啥意思啊 你是在鄙视我 还是说我傻呀 可爱 这也差不多 来 猪猪在群里面发消息了 说公司给发福利 发坚果 成坚果 成坚果 卧龙的 开心吧 领完了不要段那个签字啊 这个在在上面 公司真是提醒我们呀 你知道我们搞科研的废脑子 还给我们买坚果果 对 重点是卧龙的 真得人心哪 没死你了 好吃啊 张宇的那份我也帮她领了啊 这么快地掌握 竞技大全了呀 你看 朱老山 其他点问题帮她领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谢谢 你俩还客气什么呀 我说我她是她 分成这种比较好 陈伟 你把我的那份也拿走吧 我不要了 家宁姐你们吵架了啊 没吵架了分手啊 分手啊 分手啊 你说好好的 怎么就分手了呢 晓晓 你最近跟家宁走过去 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没有她什么都没说 本来呢 邱家宁也不是什么什么的 家宁姐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谢笑笑 你忘了当初是谁 把你排几处实验室的了吗 你才回来几天呀 你就帮她说话 是 怎么着吧 说家宁的事呢 你俩在这吵什么呀 别吵 不是 我说你们啊 搞实业你们在行 但是说到男女之间的事 你们简直比草吕虫还要单纯 那郑老山一开始 就看着邱家宁了 你们每天嘻嘻哈哈 一起吃午饭 邱家宁去哪儿招 周老山就跟着去哪儿 但是 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 周老山一开始就喜欢家宁姐 那干嘛两个人都在一起了 现在突然很熟了 男人能有更新 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 你们看啊 邱家宁人长得漂亮 工作能力强 性格冷 很容易激起男人的征服于她 是这样吗 那你想征服谁呀 不过他们俩前两天才公布的恋爱关系 要是周小山不想好 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们是不是真傻呀 如果我们不知道她俩在一起好不好 那周老山提出分手 那邱家宁还是可以借此机会挑呢 周老山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周老山提出分手 那邱家宁也不能做得太过分 我再告诉你一遍 嘉宁姐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二次我觉得周老山也不叫你说的那么坏吧 赫赫 你们呢 还需要多学习 你去哪儿吃啊 你去找周老山聊聊 聊啥呀 那那为什么分手啊 我和周老山俩大老爷们坐那儿 聊这个 嘎不嘎 张宇 你说要是没有周老山跟嘉宁 咱俩能好什么 不管怎么说 人家当初帮过咱们 咱们也得劝劝人家 你这个人怎么没有同情心呢 没有良心呢 快去 快去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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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水 水 快去 快去 所以嘉宁一定回家就要 昨天 晚上吗 什么意思啊 昨天晚上原来我跟你姐在喝酒呢 医院临时有事把我叫了回来 你姐没喝多吧 你意思 昨天晚上你跟我姐在一块呢 对啊 那为什么是周老山送她回来的 你确定 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吗 我又不瞎 不应该啊 昨天晚上我故意刺激了一下周老山 我想看她是真想分还是假想分 她一口咬死 说对嘉宁已经没有感情了 我想了 为什么 昨天我问周老山她有没有爱过我姐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 但是她说让我准备封面柚子水给我姐 等她醒了给她喝 照你这么说周老山对你姐应该还是于情未了 可她为什么说对嘉宁没感情吗 师傅 你是不是看他们这样很开心啊 抱歉 我可没这么无耻 装得可真辛苦啊 我就是觉得这个周小山有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反正这个事情不简单 周小山突然说要分手 并且以没有感情为说辞 她背后肯定有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不知道 这也只不过是我的直觉而已 不过你这么说 我倒是想起一些奇怪的事情 你说 他们俩分手之后 他们也没准备去制作人物 按理来说 我姐也没有把周小山怎么样 莫莫莉为什么要躲着我呢 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莫莉 莫莉 你哥哥找你 我哥 你还是去看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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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 你这什么反应啊 你也太平静了吧 我把她当好朋友她居然骗我 我可咽不下这口气啊 那你咽不下这口气怎么办呢 把她抓起来暴打一顿 不知道 被人欺骗的感觉呢的确不好 但是如果你因为这样 就想到报复她的话 那你跟她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你的意思我又这么放过她 不是放过她 是放过你自己 人家医生啊 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这一次茉莉骗了你 就当做是给你一个教训了 以后呢 还会遇到很多好的朋友呢 姐啊 那你和周小山分手 你不恨她呀 爱一个人呢 就是要尊重她做的决定 希望她好就行了 这么说 你还爱着周小山啊 爱也好不爱也好 反正都已经过去了 对了 能不能在你们医院 给我开点安眠药啊 安眠药 姐 你想干吗 我就是最近赤免不太好 想说别再严重了 就 有没有那种 没有副作用的安眠药啊 姐说实话 没有副作用的真的很少 你吃了能睡着 第二天肯定晕乎乎的 但不晕乎的 只有心理安慰剂啊 没事 我就随便问问 你发现吗 那颗石头 是从你手里丢的吧 让我的心从似水中 风撞出感动的雪花 给这两码 这说明不了什么 我把它放第一个 纯属于医院经常有紧急情况 需要联系 仅此而言 别胡思乱想吧 是不是要 怎么一闭上眼睛满脑子 都是她的样子啊 真是死了 你是那颗照亮我黑夜的太阳 在我迷失时候 给我抚慰的 力量 想变成 你心里也冷 燃烧着的光 感受你我爱的不一样 我的心关门 你却帮我开了窗 人红红的方 像满了星光 天空 照亮漫上黑夜的太阳 为黑暗里的人 寻找内心向往的 我的好亮 也有了你 肩膀变得 从容笑容更惨当 去为爱奔发孤身关明天会是怎样 成为照亮彼此黑暂时的太阳 那怎么跑那么快呢 好 手柄太人 那你挺厉害的呀 哇 哇 哎 你跑那么快呢 哇 带你们 耶 这手柄不灵 哎 哎 耶 叔 还真来啊 啊 真来啊 扎叔 想好了没有 怎么下手啊 我刚和邱教宁分手 如果这个时候实验室出现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很容易暴露 到那个时候就算拿到了配方 我和莫莉都很难全身而退 是啊 我相信你 小山 莫莉已经跟我说了 你和邱教宁分手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好 啊 多谢扎叔的信任 我知道你心里有约 但是儿女情长 英雄气短哪 扎叔可都是为了你好 知道吗 扎叔对小山的好 小山不敢忘记 记住 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知道 专利已经递交 座椅配方一定会上传到服务器 那现在最简单可行的方式就是侵入到服务器 可是 问题是 我没有实权的把握能够破解密码 你不试一下你怎么会知道呢 如果我强行破解很容易就暴露了 周小山 你不要妄自菲薄 你说这些年你让我失望过吗 只要你心里真的想就一定会成的 对吧 我干得不开 fertil name 好吧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阴暗的一个人 我没你这个朋友 来 让你问你问了吗 你问了 怎么说 就说分手了 不是不是 来 四姨 他们是谁啊 他们是总公司的人 来我们公司研发部交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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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帮忙你放心 这边又有结果 马上回报 好 各位留步 我先走了 好 好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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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夏琳 有个私人的事情想问你一下 王老 请说 你是不是跟小山吵架了 我们分手了 不要一吵架就说分手嘛 我们不是耍性子 是真的分手了 我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没什么 您放心吧 我不会因为私人的感情 影响工作的 我对你是很发心的 王老 好 王老 我们拦截了一个外有网络 试图入侵我们的服务器 系统识别以后 立刻停了服务器 外有网络 难道 走 走 这好好的网怎么就断了呀 这小小的 没有网 我们就断了没 我听说 刚才有人入侵我们的网络 入侵网络 入侵网络 干嘛呀 我们的服务器上有配方 肯定是要盗取我们的配方 还真的像外国电影眼睛那样 有商业间谍吗 谁啊 公司的网是内网 不过像入侵服务器的 还什么建设 今天 黄总他们不是带了一批人来交流吗 你怀疑他们呀 什么都有可能 现在商业间谍经常会打着 民间交流科学跑查的名领 进行情报搜集系统 对 跟随我说啊 刚刚发生了紧急的情况 我们的服务器被外网IP入侵 初补怀疑是有人想以非法手段 窃取我们服务器上的配方 所以IT部门接下来几天呢 会对我们的网络进行升级 实验室暂时断了几天 对 断网期间 普通的邮件来往 希望大家用园区的网络 重要的实验数据和文件 等内网升级之后再上传 查到入侵IP的地址 现在还没有 不过这件事情啊 已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以后诸位再有外来访客 失忆时的WiFi密码 一定要保密 记住了吗 正好 大家去忙吧 嘉欣 这两天佳宁什么情况 她表面上还挺正常的 但就是睡不着 昨天还问我安眠药的事情 安眠药 自古情观疼过呀 想你秦医生 施个恋自泡自弃 求佳宁堂堂女科学家分个手 虽然不至于一块 闹三上吊但内心 翻江倒海 辗转反侧 你想 别在那儿幸灾乐火 什么时候你是恋 够你喝一会儿 谁姓男乐火 我是真心地为你感到高兴 现在正是女神最脆弱的时候 你们来 趁虚而入 我不 我可没那么卑鄙 趁虚而入的感情 我告诉你无常 你现在不动手 时机错过了可别后悔 我给你拿着 你拿着 走 喂 喂 你在哪儿呢 刚下班回家 我一会儿来接你啊 有事吗 大事 是不是小鱼儿 我到了你就知道了 一会儿见 你 这是去哪儿了 到了你就知道了 现在你要走的呢 就是闭目扬身 快 把眼睛闭上 不行 我不放心 我你还不放心呀 怎么怕我把你给卖了 就你这小身份 卖了也不知道 钱还不如我自己养的呢 我们上高速了 你不会是要带我去什么 度假山庄之类的吧 想得倒是挺美的 只可惜我工资未保请不起 不然我还真挺想带你去 那 好了 到了你就知道了 快 谢谢我了 如果你轻转了 快 跟着我 在 还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